2024年1月5日 印度海军宣布 在红海附近的靠近索马里海岸的北阿拉伯海 成功营救了一艘商船 驱离了一伙索马里海盗 不管怎么说 印度海军动手打响第一枪了 美国红海护航行动已经开始一段时间 但由于国际压力太大 不少国家都未曾真正参与 然而在此背景下 印军脱颖而出 不光派出海陆空三军 还直接打响第一枪 上演夺船之战 究其背后原因各方齐刷刷看向中巴 这到底怎么回事 1.美国护航行动 印度三军出动 20多国加入美国红海联盟 谁料一半的国家不敢公开身份 剩下一半没有大力支持 导致这场备受期待的行动沦为闹局 值得一提的 在各方都暗中观察 不敢轻举妄动之际 印度海陆空三军却大摇大摆 一路杀进红海 一媒报道称 此次印军出动的兵力是整个红海联盟中 规模最大的 六艘战舰分别部署在红海附近海域的不同位置 像加尔格达号导弹驱逐舰就守在红海的出海口 紧紧地盯着曼德海峡这条咽喉要道 剩下的五艘战舰则则在阿拉伯海上自由巡航 就这六艘战舰构建的巡逻网几乎能覆盖整个阿拉伯海 除这六艘水面舰艇外 印度海军还派了一架P-8I反潜巡逻机 以及一架海洋卫士无人侦察机 可以在空中跟踪监视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动态 与水面舰艇协同作战 要不是美国海军在附近海域部署有 艾森豪维尔号航母打击群 为这次红海护航押阵 毫无疑问 这次红海护航 印度海军的阵势就是最大的 而以上战舰飞机才刚进入红海一周 便先美国一步 与武装人员发生近距离冲突 凌晨时分 一艘悬挂利比比亚国企的货轮 接连两次发出求救信号 英国海运贸易组织透露 第一次求救信号显示 约5到6名武装人员试图靠近货轮 当第二次求救信号发出后 这些武装人员已经全部登船 并控制了船上21名船员 印度军队率先出动P-8I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金奈号驱逐舰紧随其后 距离货轮还有数十公里时 发起第一轮夺船行动 与此同时 突击队也空降货轮 突袭武装人员 双方发生近距离交手 最终将货轮与船员全部解救出来 二显露实力 孤立伊朗 抵抗阵线 那么 为何在二十国都不敢轻易挑起 红海冲突的情况下 印度海陆空军 却敢集体量重拳 我们推测 这背后大概有三重目的 那就是彰显实力 与美国建立统一阵线 与中国竞争 首先 印度三军密切配合 成功救援货轮及船员 无疑当着各国面 彰显实力 证明自身具备大国潜力 其次 印度想通过与美国的合作 进一步增强与中巴竞争优势 比如建立印度加中东 加欧洲经济走廊 在此之前 中国曾与沙特达成协议 帮助其打造一条 从卖家到迈地纳的撒哈拉沙漠高铁 长约450公里 此举不仅顺利打开国际市场 还提升了国际形象 让更多国家看到中国基建能力 正因如此 印度也想从这方面着手 扩大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最后 美国试图联手印度 通过上述经济走廊 孤立以伊朗为核心 胡塞武装 叙利亚 伊拉克在内的抵抗阵线 一旦上述设想实现 美国将能够提高 印度欧洲之间的运输效率 帮助印度迅速崛起 拉拢更多帮手 说白了 印度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 找的另一个代理人 最后 希望美国答应帮忙印度入五常 就冲这个诱惑 印度也会在红海问题上 支持美国的 说起来 印度一直都没有放弃国家入五常 自打2019年 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入常提案后 印度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努力 尽管失败了很多次 但印度却越挫越勇 只是很可惜的是 每次都在最紧要的关头被拒绝 据悉 在近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与印度外长苏杰生见面时 俄罗斯方面明确表示 莫斯科将支持印度入常 自此 五常中已经有四个国家 对印度入常表示支持了 剩下的只有中国 其他国家都支持了印度 就中国不松口 莫迪政府怎么能 不有所动作呢 这兴许就是印度派出战舰 在红海附近立威 所存在的第二个心思 中国不是不同意 不松口吗 那印度就借此向中国施压 现在 红海方向本就不安宁 印度在这个时候 派出精锐部队 一方面可以通过 展现自己的军事实力 来刷存在感 向中国释放一个信号 印度 也是有军事实力的 另一方面 印度也是希望 在国际热点事件中 发挥本国影响力 让世界其他国家 感受到印度的 强大军事实力 认为印度有入常的资本 从而帮助自己 一起向中国施压 在印度眼里 向中国施压 或许可以换来中国的松口 但对中国而言 印度越是这样 中国就越不会松口 印度不是不甘心 只做地区大国吗 那中国就不松口 就让它只能做 这个地区大国 无论是频频入常 还是宣布未来 要成为世界第三 都足以说明 印度是很有野心的 他向来不希望中国 在任何方面强过他 尽管每次印度都处于下风 但可以看到 这个国家始终不愿意 接受现实 三 拳打胡塞 眼钉中巴 印军 先捉了 当然 印军除了在 红海要武扬威 干了20国都不敢干的事情外 还悄无声息地 将枪口对准中巴海军 试图掀桌子 分析人士表示 近年来巴基斯坦装备了不少中国制造的军舰 如054AP级护卫舰 该型装备 SR2410C型雷达 32单元防空导弹发射系统 可发射猎鹰80N防空导弹 CM302型反舰导弹等 拦截范围涵远中近目标 因此 巴基斯坦海军实力的提升 让印度海军感到压力 不惜出动兵力前往红海 对这里执行护航与反海道任务的中巴军舰进行监视 只不过 问题在于 就算观察得再仔细 论军舰性能 印军军舰可能也比不上解放军军舰 此外 一旦红海真的搭起来 印度军舰有没有实力逃脱危险 据悉 参与美国护航行动的军舰 主要是加尔格达级驱逐舰 从性能上说 加尔格达级与中美驱逐舰都不一样 我们的四面相控阵雷达 主要位于舰桥四面 而印军驱逐舰的雷达却在维杆顶端 从表面看起来 这么设计并无不妥 可以居高临下的探测 增强监控能力 然而其面临着与印度空军战机一样的麻烦 那就是万国牌 四 问题是 印军惊不惊奏 从加尔格达级驱逐舰身上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巴拉克八型导弹与电子战系统 还有俄罗斯火控雷达 法国警戒雷达 作战指挥系统与数据链 简言之 真正实战中 印度驱逐舰有没有能力协同作战 还需要打个问号 最重要的是 这一军舰威慑巴基斯坦护卫舰或孟加拉国海军还行 可在胡塞武装面前将是一个活靶子 毕竟胡塞武装导弹是美国战舰都在极力避免正面硬钢的存在 2023年12月份胡塞武装用导弹精准重创一艘26000吨地中海供电三巨轮 成为全球第一个在实战中用反舰弹道导弹命中移动船只的案例 要知道 具备反舰弹道导弹作战能力并不容易 必须同时掌握反舰弹道导弹战略战术侦察体系 远程通信系统 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四大部分 也就是说胡塞武装发射的是一枚导弹 真正展现出来的却是其反舰实力 以中国反舰作战体系为例 首要要求便是先敌发现精准定位 可覆盖第二岛链内所有目标 能通过航母 无人机 预警机等装备 持续跟踪和定位敌方目标 同时借助强大的远程通信 一体化指挥系统 将不同军种的作战平台连接起来 或许胡塞武装目前还做不到这些 但靠导弹和无人机 也足以给美国红海联盟造成不少麻烦 莫迪执政后 政治抱负一直很宏大 其中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印度发展为名副其实的印度洋霸主 这几年印度的经济上去了 军事实力提升也很明显 在明年大选即将来临前 莫迪需要一个展示自己政绩的机会 而这次向红海派出超豪华的护航编队 既是给世界砍 也是给国内民众砍 这是一种给自己拉选票的方式 不过这也把印度称霸印度洋的野心给暴露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